大家好,欢迎来到单车星干线 这是一个用理论计算告诉你运动情况的频道 这部影片要来看看骑乘的瓦数要如何分配 以及如何避免长时间骑乘的衰退 那台湾是一个有很多高山的岛屿 所以也常常有三四个小时的自行车爬坡赛 对于这种赛事而言就很常在讨论如何避免衰退 所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件事情 以及怎么配瓦会有最短的时间 首先就先来看当人体对外做工时候的生理反应 在运动科学中比较常讲critical power 这方面的论文也比较多 所以我就从CP的理论还有性质下手 当然FTP也是差不多的 那CP可以看作是一个最大稳态乳酸的瓦数 超过这个瓦数呢 乳酸就会快速的累积 在肌肉内部的磷酸基酸也会快速的降低 那人体内的酸减值也会稍微的偏向酸 但不会很多 而在肌肉疲劳的部分呢 也会快速的增加 注意到我这边是用快速 在瓦数输出小于CP的时候 肌肉的疲劳也会慢慢的增加 那这个是生理反应的部分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这篇论文 所以根据前面的说法 降瓦期就是一个很好避免衰退的方式 只是时间会花得比较多而已 所以像在做HIT的时候就有这个现象 瓦数高的持续时间就短 瓦数低持续时间就长 这也是身体的一种保护机制 不然一直高强度的输出 身体也无法附和 那么对于一个路段来讲呢 如果200瓦没有办法撑完 那就可以降到100瓦期 维持这个瓦数的完成几率就会大增 但是在比赛的时候 是希望有一个可以撑完这个路段的最高瓦数 通常这样的时间会是最短的 所以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呢 会有一个最短的配网 在骑某一个路段 那如果一开始的瓦数很高 后面就会衰退 讲白话点就是爆掉 后面就只能牵扯 当然爆掉这个现象不是只有爬山才会 平路也会衰退 极端的例子就是在骑平路的时候一直拉间歇 那很快就会爆掉 这其实也是一种衰退 所以衰退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超出了自身的能力 至于高山空气稀薄什么的 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当然这也有可能会降低你本身的表现 所以降瓦就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而对于某路段的最佳瓦数 可以用我的3.0路段表现预估来做计算 3.0会根据你的运动数据来估计能力 这很依赖你的设备还有测验的准确度 如果说设备够准测验够努力 那算出来的结果也就准 那在自行车是需要有功率 心率踏平还有速率 然后跑步则是要心率踏平还有速率 所以有记录这些资料 然后送进网站帮你做建模 就会帮你算出这些资料 那算出这些资料 就可以来用3.0的路算计算机 来帮你做计算 像这边就有一些平路跟爬坡 那如果是以90公里的话呢 就可以算出来它的推荐的均瓦 还有预估的时间 跟推荐的飞轮大小 还有碳水的消耗跟补充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同一个人来说 其某个路段要如何找出时间最短的配瓦 当然每个人的能力不同 这边只是举个例子 首先我们先来看 完全是平路的路段 可以当作是平路的个人计时 这边把路段分成两等份 然后用不同的配瓦去算算看 那可以看到 在坡度完全不变的路段呢 都用同一个瓦数去骑 它所花费的时间是最短的 这就告诉你 如果一开始的瓦数开很高 到中间点的时候爆掉 撑不下去降瓦骑 那这个时候 所花费的时间 会比都用同一个瓦数骑 还要慢 而如果是一开始太保守 到中间点觉得自己还可以 就加瓦骑 这个花费的时间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对于这种路段来讲呢 找到自己的最佳配瓦是很重要的 所以看三帖或是个人计时 大概都是一个稳定的瓦数 骑到底比较多 而实际用数学求解的话 可以发现在某个范围内的时间 其实差异不大 所以不用真的很追求瓦数的稳定 因为实际其成的时候 瓦数本来就会有高有低 那这边就是用200瓦去算 横轴就是第一段减少的瓦数 第二段增加的瓦数 例如横轴为-5 表示第一段用205瓦去骑 也就是200减少-5瓦 然后第二段是用200加-5瓦 也就是195瓦去骑 那再来看坡度有变化的时候 瓦数要怎么配 这边就先看骑频路10公里 再骑5公里200公尺的爬坡 要怎么配瓦 这边一样用前面的配瓦来看 首先是先用300瓦骑碗 那这边所花费的时间 就是1518秒 然后再来是350瓦骑频路 250瓦骑爬坡 那这个所花费的时间 比频路多了36秒 而且均瓦还比较高 那再来看频路用250瓦骑 上坡用350瓦骑 这个的时间花费 是比多用300瓦骑还要少了2秒 而且均瓦也少很多 那看得出来 当坡度有变化的时候 配瓦也会不同 从数学上来求解 当频路用281瓦 爬坡用319瓦去骑 会有最短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是比多用300瓦骑 还要少了5秒 当然不同的路段 会有不同的最佳配瓦 所以每个路段都要算过才知道 那再来看一下西晋五岭的配瓦 当然这路段主要还是爬坡为主 通常以人指观回分界 因为前面就是比较长的平路 然后后面就是长的爬坡 平均坡度有5%左右 那么来看一下要如何配瓦才会最快 可以看到在爬坡路段维持高瓦数 所花费的时间会比较短 而且还短不少 当然这不是告诉你 爬坡的瓦数尽量开 因为瓦数再高 这段在一般市民也要骑2个小时左右 这是要告诉你 在骑西晋五岭这个路段 前面的人指观真的不要急 因为是一开始 很多人以为自己很行 结果到了最高小期 甚至亲近就不行了 而且在那段暴冲 换来的就是在后段暴掉 所以想破PR 还不如去找个认识的人轮车 才不会被其他人搞掉 所以对于固定坡度的路段来讲 一个瓦数骑到底的时间 就会是最短的 如果坡度有变化 那就要去计算 但这个计算还蛮复杂的 还是一个瓦数骑到底就好了 不过也需要根据自行的能力来算出瓦数 瓦数高会爆掉 后面的瓦数就无法上来 完赛的时间就会变长 但瓦数太低也会让你的时间增加 所以3.0网站就可以根据你的能力 帮你建模 然后计算出某个路段的最佳瓦数 还可以帮你算出推荐的持比 跟补给的量 那如果还有其他想看的资料 或是数据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 或是粉丝专页留言 有时间结束得到的话就会回复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啰 拜拜